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ast 泡沫 East 是泡沫的意思吧 这边有早餐 有午餐 小时 这边是沙拉 鲜虾大麦 我来一个呗 好 你吃哪个 和牛 你吃和牛的 我吃这个鲜虾的 喝的有什么推荐的没有 创意的 就这个 那你就要创意咖啡 一个冰的没事 我喝创意的 刺对吧 对 像贵州赤里的那个 埃塞尔比亚的冷泡咖啡 然后再加上一款 滋滋的白香果糖 这样 赤里是长得很瘦吗 它是小的脖子 然后浑身带有刺 小迷你版的榴莲 带刺的那种形状 老板是贵州的吗 然后赤里这个东西呢 在可能外地人有许多都不知道 是一般的话 用来腌制或者是下干之后才能使用 它本身会有一点点酸色 它的香味很明显 但是它也会带有一点点色感 而且在的冷泡 还有自己做的白香果花椒叶 结合起来之后 然后你的果汁感就会很强 它这个我刚才喝了一口 那个层次感 非常好激素 对 层次感的濃度 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些茶的回干 自己的水果本身就是维C 含量是非常高的 维C之王 这好好喝啊 对 然后它也有一些美白的特效 这个我喝着就是 咖啡有那种淡淡的那种咖啡的味道 然后呢最主要是这种 这几种这种水果的这种香气 结合在一起 很很很丰富的这种层次感 这个我点的那个比较淡的一点 水果般的那种甜感 然后酸味也不会很濕 就感觉特别多感 对 好喝 尝尝它这个就是加了辣椒的这个碗 这个辣椒味道真的绝了 一下子把这个整个碗的这种口感啊 就提上来了 然后它送来这个这个啤酒真的非常非常酸 它这个是这种精酿啤酒 喝一口尝一尝 它这个喝着好像是那种非常酸非常酸的那种水果 直酸 好酸啊这个 我喜欢咖啡我也喜欢酒 还有我喜欢一些发酵的食物 嗯 但是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然后我就想 我现在是一个小的团队 在这个场面里面我看起来也很危险 所以我就想要提到这样的一个小的效益 所以就有了这个 嗯 伊斯特咖啡 酵母咖啡 开在延庆路上 那隔壁就是生活气息浓厚的大福利 那创始人黄晏呢 曾经是2014年的世界拉花艺术大赛 中国赛区的冠军 那这个我记得还是蛮清楚的 因为那年我也参加比赛了 他告诉我们说 他自己喜欢咖啡 喜欢喝酒 也喜欢一切与酵母有关的事物 那店面低饱和度的设计 不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迫切想要拍照 po朋友圈 但是呢 他不会让你觉得这家店是那种过度设计的网红店 那时间久了 你会觉得他很耐看 刚踏进门的那一瞬间 你不会觉得心理上会有一些压力或者是距离 那虽然每个座位之间挨得很近 但是也不会让你觉得和临桌坐得太近 而且尴尬 而且奇怪的是 你不会觉得这是一家新开的点 你能够感受到店里边的温度 我喝了他们店里边的特条刺 是用创始人老家贵阳的刺梨搭配制作的 喝起来的酸甜平衡感 搭配咖啡的层次感 非常的amazing 那店里呢也有搭配咖啡的减餐 新鲜健康 刚好这个吃完中午饭 然后这个区域还是非常非常有这种 生活化的这种感觉的 旁边你看后边就是一个叫大福里 这种上海的比较老的小区 然后呢它就在这种 这种小区的隔壁 然后现在中午的时间呢 里边基本上都已经做满了 都是一些吃饭啊 然后吃完饭喝咖啡 我们过来也是其实吃了个中午饭 午饭过后喝喝咖啡 来感受一下周边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氛围 你们能不能看到我 我现在是在坐一个坐在这个电动车上 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小小电点 我身后这个是韩国的一个品牌 叫咖啡自由 你看是蓝色的这种深蓝色门头 有点这种复古的 有点夜店风的这种感觉 我们进去看一下 哦 是营业的 对对对吗 还没开业的 对没有正式开业 对 你们有没有什么特调 咖啡 我们没有特调 我们是主要做豆 这是第一页是吧 没有就只有这里 哦 然后手冲的话这边可以选豆子 我们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豆子气候 哦 意思就是说你们是主要体验这种咖啡豆的 对 因为我们现在买豆子的话也是送一杯咖啡的 这一块一大概百分钟香气 哦 这个大叔看起来蛮帅的嘛 那个 这个湖南门大叔 哦 手冲咖啡对吧 对 你推荐一个 我推荐你肯定是那条白糖 就这个是吧 你想做菜调嘛 这碗应该都比较适合你 可以 好的 有点像那个咖啡浓的感觉是吧 你看包括你看这个 它的脸上的这种表情是这样的 一共50 我扫你了 你们这个价格还是蛮便宜的 对 我们所有的都是一共是25 手冲咖啡才25啊 你们的归价卖多少钱啊 也是25 我早知道我点归价了 我刚才点了一个美式的 一个手冲的 这些豆子所有都是25 你们这个手冲滤杯蛮瘦的 又瘦又高的 它下面是有一个这个小扇形的这个 对 对吧 你看 你看是这样的 你看它换好之后 你看它最下面是有一个尖尖在那里 在这里 这样的 然后你会看到说这边还有 这边里面还有一层 嗯 就是为了让嘴烘过那个泪下去以后 到它的位置以后 更集中从下面走 而不是从泪的边上去换 而且这个咖啡豆 我看烘的蛮浅的 对吧 对 我们豆子大多都是浅出混沸 主要不减它 比较自杂的详细 还有什么效果 所以比较天文中原的豆子 我会分为三段 接下来我们会加大水流 这段主要准备它后段的乌龙的茶干 这个喝着有点不像咖啡啊 对 它做冰的就更就是真的就是白桃乌龙茶 我感觉这个好像是个小鸡 就是那个就是那种桃子肉 然后把它碾碎了之后 然后泡水 对 真的超好喝我们的 对 就是你等它凉了一点 它的乌龙茶感会更肿 嗯 这个豆子好神奇啊 这个豆子 小哥就必须到 甚至有500公斤店内用的 Coffee Library 咖啡自由 开在威海路上 是韩国的一个咖啡品牌 那logo呢 是一个可爱的拳击手的头套 店里面就放了一个正店之宝的拳击手头套 那咖啡师介绍说品牌的名字和logo呢 来源于创始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关于全机的电影疯狂神父 那这家店呢主要是以卖咖啡豆为主 那25块钱的单品咖啡 这个价格相当于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体验的价格 那另外呢 我当天还喝到了25块钱一杯的龟夏 如果你觉得自己喜欢这个咖啡 那么就可以在店里面直接买咖啡豆带走 那店里面的几个咖啡师小姐姐呢 很自信 而且很有亲和力 冲煮咖啡的时候呢 会边做边讲解 让你感受到咖啡世界的美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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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